盘点NBA新赛季联盟最强球员排名 不掺杂任何个人因素 只考虑球员个人能力和攻防表现 大家觉得合理吗 第14名 德恩布克 作为菲尼克斯太阳名副其实的当家核心 又是现以所有同位置球员当中 数一数二的存在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 尽管布克因为自身伤病的问题 和场外事件的影响 逐渐退出了年轻一代领军人物的讨论当中 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是 如果单单只从个人的赛场表现来看 他也其实已经算得上是现以球员当中 最好的得分后卫之一 要知道 作为2015年的首轮第13顺位 如今的布克也已经在联盟中 效力了9个赛季的时间 从个人的年龄和竞技水平来看 他也刚刚进入到自己职业生涯的黄金阶段 而在23至24赛季常规赛的比拼当中 他的场均数据为27.1分4.5篮板和6.9次助攻 其中场均得分和助攻 也全都排在了联盟第5和第11的位置 个人的进攻效率值 更是排在了所有同位置主力球员当中的首位 所以在常规赛的比拼结束之后 他也毫无意外地入选了赛季的最佳阵容 而在来到季后赛的比拼之后 他的各项数据更是迎来了全方位的提升 在场均可以拿到27.5分3.3篮板和6助攻的同时 他在防守端也同样交出了1.8次抢断的贡献 尽管球队最终还是被斯林朗横扫出局 但德恩布克的个人表现也还是赢得了所有人的支持和认可 再从个人的赛季前景来看 在今年的休赛期到来之后 缺少詹娜作为立棍单打赔练的布克 也一直都持续在高强度的比赛和训练当中 从季前赛中几场比赛的个人状态来看 他的各项命中率和竞技水平 也全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而只要能够保持着足够健康的出勤状态 那么他也绝对有希望在新的赛季当中 重新回归到最佳阵容一阵的行列 所以将他排在现役球员当中第十四站里的位置 估计也没有任何人会持反对意见